叫法咒84元買單 還沒去到說很划算 打到眼睛 啊好辣啊 我吃得很辣啊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國仔 又來EatG啦 那譚仔和三個譚仔 都是在做張敬軒的電影 不是只有張敬軒 超神經蟹劫案的Promotion 兩個都是這套河水片的主題 我身為譚仔界的二五仔 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我會兩個都吃完 然後告訴大家我最喜歡的是哪一邊 雖然我平時是三哥支持者 但這次兩邊的Promotion好像都很吸引 三哥這個最特別的地方大家都已經看到了 烤完一條鰻魚麻辣湯米線 再配這杯青花椒香麻雪碧 這次是可選湯底 剛才問了譚仔姐姐 最多人都是選麻辣 那我自己也選擇麻辣 可以配平時配到的食材 那這幅就是推廣圖 那現在看看真樣先 都是挺誇張的 也挺吸引 這條鰻魚就在這裏 我最主要是想試一條鰻魚 正不正 這個是青花椒香麻雪碧 我還蠻期待這杯夜飲 是不是辣的呢 Open Boro 了 試一杯夜飲才我決定 果然是香麻 這杯很驅蚊 就味道有泰國 滿滿的香茅味 檸檬 你咬得多越多 這些廢話來的 然後就是普通雪碧 我看的 純粹看大家喜不喜歡香茅這個味道 我自己個人就不用這麼驅蚊 極期待OK 裡面有些什麼 當然有這些 木魚乾 木魚乾我也很喜歡 還有一些辣椒在木魚乾那裏 然後就有整條鰻魚 真的整條上的 都不創作 然後就 都沒什麼特別了 看你加了什麼菜 木魚乾拌米線到底是什麼feel 真的要試試一下才知道 木魚乾拌米線的感覺都挺特別 因為平時吃木魚乾 是真的乾的 但是拌米線之後 又會變回濕 但是就變成一塊東西了 但是它的味道也挺配米線 因為這次是自選湯底 所以湯就沒有什麼特別的食品 其實我自己覺得更好的 你選擇平時自己喜歡吃的湯 因為有時候 無論是三冠探仔做一個Promotion 它那些特定的湯 有時候不中你口味 整個Promotion不吃 那它這次是給你配上 平時喜歡配的那些 我也覺得挺正的 我自己對鰻魚的 要求都有一點點 Oh my god Oh my god 大家說這條是一條開心的鰻魚 不是 就是你開心啊 不是一條鰻魚開心 這條鰻魚是很汁的 亦有很多的鰻魚汁在裡面 不像平時,如果你在SORRY又要拿增鮮來講 也其實不像增鮮,有某些吃魚生飯的鰻魚 整條海鰻,乾了七彩,粗糙 但這條是多汁的鰻魚,原來還有一整條 怪不知這個套餐的價錢本身都78元起一條 因為這條鰻魚,這麼大條 說我覺得很划算,我覺得很划算 我未去到說很划算 吃了眼睛,好辣 好辣 重點就是,那條鰻魚會隨著你叫什麼湯底 而加什麼味道,譬如我這個叫麻辣 吃一條鰻魚是真的有麻辣味的 這個也很特別,這個不是說 在外面叫一條鰻魚就可以試到的味道 他說他要怎樣做的呢 就是先將香辛料灑在鰻魚上面 然後再慢火細烤 然後再灑一些木魚乾的花絮上去 這條鰻魚都吃下去真的不錯 這條鰻魚真是很棒 青花椒應該有麻味 但你真的喝下去有沒有麻味呢 我又不太覺得 可能我本身已經在吃麻辣湯底了 如果你本身在吃麻辣湯底的青花椒的麻味 就應該沒什麼感覺 香茅味真的很厲害 很驅蚊 今天都不會給蚊針 說一下就沒用的 你們聽完不要說我講 喝完香後不會給蚊針 叫法就84元買單 都挺貴的,買單的時候就覺得貴了 Cutting了,很久都沒有吃過三果的麻辣 很想念,真的很想念 有一條鰻魚可以這麼拿正 好,事不宜遲了 因為這條片已經是遲了五天才開始拍了 所以我希望今天可以馬上吃 馬上剪,然後馬上出 所謂是星期一才出 一向一四出片,盡量 所以現在就要馬上吃完這個 就去吃淡仔 浪三哥的黃金 我去到這裡再告訴大家 我已經記住了這條鰻魚的味道 喂,鏡頭一轉,來到淡仔 淡仔這次超神經蟹劫案的Promotion 就是在做黃金鮑魚之小老喜米線 特飲竟然是配一模一樣的青花椒香茅雪碧 一模一樣就不會叫這杯特飲 反而就叫了這杯三色檸檬可樂 有一點驚喜的就是 我問他可不可以轉Code Zero的話是可以的 是啊,拍得有點醜 不好意思,檸檬都給我放進去才拍 兜面的照片是這樣的 是甚麼樣子呢 就是這樣的樣子 其實都差不多 除了芝士鋪得不太多 有我最不喜歡的芫荽 但因為拍試吃都一定會叫賣 芝士 有蟹柳 普通的米粉 有一點豬肉香樹 火腿 剛才阿姐特地跟我說 他說這些很辣的 如果你不想吃辣就不要吃這些 這樣 然後蝦條也有 真是吹醬 你看他有沒有味道 要拌一塊來吃 講漏了最主要的主角 是鮑魚 這個鮑魚呢 說真的也挺大塊的 一邊就鰻魚 一邊就鮑魚 到底我喜歡鮑魚多些還是鮑魚多些呢 這個餐呢 你加一元就可以自選辣度 那我沒有吃到辣的 63元埋單 那便宜過譚仔三哥的餐 都不少 馬上吃一塊米線試試 其實拿芝士來撈麵 都沒有死了 都挺足夠的 當然不是超濃郁 但是芝士味都非常足夠 還有一點鹹味的芝士 我最喜歡的 這次很不錯的 這次 這杯夜飲就是三色檸檬曲絲 我轉了它做曲絲絲 因為如果喝一杯就太無謂了 所以就叫 淡仔另一杯特飲來喝 那我自己喜歡這杯也好一點 凍檸落我一向都喜歡喝的 但是就 它三隻檸檬在這裡 真的喝到青檸檬味 好過有蚊香的 一向香茅都是爭議性比較高的味道 蟹柳 哎呦 蟹柳本身以為平平無忌 但是沾了它的芝士醬 很好吃 不是有兩條嗎 拌了一條去哪裡 我不是拌散了一條這麼弱子 不要啦 在這裡 阿姐說如果不想吃辣這個 很辣不好吃 是不是炸的蟹腳來的 我都分不到 我未知這塊是什麼 一塊炸蜜的味道 它不是很辣 阿姐過度擔心我了 哇 不是越來越辣了 沒有 沒有辣死 沒事 蝦條 算是這樣 因為很難有蝦條是不好吃的 是增加你吃麵的口感 麵拌蝦條 又來一煮的 沒什麼特別 和你吃煮麵 再加一條蝦條 咬下去一樣 其他菜 例如豬肉 這些全部都是 和拌麵一起增加口感使用 就沒有太大味道 提供正常發揮 它的主角鮑魚 我覺得很好吃 Juicy的Juicy的 好咬的好咬的 鮑魚味 你只要知道自己在吃鮑魚 你閉上眼睛就不知道自己在吃鮑魚 因為很重的芝士醬味 這餐主要是芝士醬味 但芝士醬是真的好吃的 鮑魚就變相沒什麼太特別 這次的比拼就越不越 是鰻魚贏還是鮑魚贏呢 我自己是會選淡三 這條鮑魚是贏的 這條鮑魚真的很大 雖然是貴十幾十元 但它這麼大 你可以整餐都是享受鮑魚 而這條鮑魚真的很好吃 淡仔不是沒什麼享受 淡仔是享受它的芝士撈麵 就是要看你想享受哪一種東西 鮑魚呢 說真的就是過眼雲煙 但是這些芝士醬是做得很好吃 但過人認為是挺膩的 一定飽 還有蝦條吃 如果你想吃蝦條的話 但是我自己呢 這次又是覺得淡三贏 對不起 淡仔的二五仔 好像還是比較喜歡淡三 好了 這次就到這裡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這兩隻新出的推廣 我會繼續追蹤 追蹤 我會繼續追蹤淡仔 和壽司樂的動向 如果追得遲的話 對不起 這次遲了成片才拍到 喜歡看這個系列的話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逢是1424出片 記得按個訂閱鈴鐺 在我出片的時候 YouTube才會告訴你 幫我Instagram和Facebook 我主要會在Instagram裏 出我自己一常生活 好 我們下影片再見 要馬上剪片 拜拜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